你好,欢迎收看的是国际plus的中国观察 我是主持人陈永文 先欢迎是我们朱永文之伟,志伟哥你好 永文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看的是头条是关于说 中共的解放军又来对台演习的 他们说是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进行相关的演练 而这个到底是他们的例行性的动作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涵呢? 请问志伟哥 其实这看起来可以说是从去年底 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之后 就一直有共机扰台 包括像是去年12月底的大规模70几架的架次 那么昨天也有大概50几架次记录到 那同时呢 比较特别的是昨天有包括他们的黑色这条线 是他们的无人机 还有绿色的线是他们的轰溜轰炸机 不但是侵犯到我们的韩国识别区的西南角 而且是飞到我们的东南空域来 所以可以说是三路合围的态势 这个是比前几天更激进的做法 那么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他们现在 包括他们东部战区是强调说 现在就是针对台湾而来 然后他们强调说这个是一方面是演练 对地攻击还有对海突击 但另外一方面当然这会造成 我们的空防上很大的压力 就是昨天在各地可以就是说到晚上 还不断地听到战斗机起飞去拦截的声音 这当然是对我们空防还有我们空军的这个后勤的压力 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说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坏处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们不断地飞不断地飞 就会等于是把各路可能攻台的时候的动线都演示了一遍 那就会让我们可以有得到更多具体的请资 可以做一些分析 所以看我们的国军是否有没有完全的掌握 来做相关的就是应对的处置的 我们看到是国防部说从1月8号到1月9号为止 一共是有发现到有一共是57架次的共击扰台 涉及了我们的南北的空域 那我们国军都透过是基建跟暗制飞弹 来进行相关的应对来看这报道 共军9日发布新影片强调东部战区新年首度练兵飞歼20 而就在前一天深夜11点 东部战区突然发布对台湾作为海空域执行联合战备警循和实战化演练 听起来这么耳熟是因为裴洛西去年8月访台 共军也用同一个说法 才到这次重点训练对陆打击对海突击 要检验作战能力以及坚决反击外部势力和台独 国防部证实截至9日早上6点的过去24小时 争获57架次共机 其中28架次更越过台海中线或侵扰西南防空识别区 另外也有四艘次贡献 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辽宁号南下的时候 甚至是在中俄军演完了以后 他其实就已经有去规划说 海空的这些机舰要对台湾进行一些打击 去配合他的南下的一个船舰 检视航系图8日有近20架次中共战机5处越中线 另外两架次无人机同样越线 另外还有一架次无人机与两架次轰流 从我西南空域远征飞行至东南空域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是周边可能有美机或美舰的一些出动 中国要应对美机或美机的话 当然会出动大批的攻击来对抗美国 区域情势紧张 传出美方同意台湾增购磁针飞弹 以及海马式夺管火箭系统 于是美方已将战产设定在台湾 日本媒体也揭露防卫省计划在西南巡岛 增建于130座弹药库 其中70座5年内挽工 美国把战场往前推的用意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说至少战火不会颜色到关岛 甚至不会延伸到美国本土 只要日本能够固守第一岛流 其实会减轻美国在亚太防卫上的负担 中共对台威胁升温就担心 两岸终续一战各国紧搬应对方案 TVBS新闻刘日辰刘婷提应台报道 好再看到是现在从1月8号开始 你入境到中国就已经不用再被隔离 不用再做任何的PCR检测 他们是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边境了 所以我们看到是根据他们的财经网科技是说 大陆的这个出入境的机票的订单 是有暴涨的趋势 是成长了6倍以上超过6倍 是创下他们从2020年3月份以来的一个高峰 那这个订单来讲其实入境的是比较 大概有大概4成8进5成 而出境是比较多 是超过5成的订单 但是蛮好奇的时候 为什么境外赴中国的人会先去香港比较多 然后再从香港转到是可能上海啊广州啊 在这地方为什么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要回去的 要入境的大部分都是这几年被封在国外回不了家的中国人 要回去过年 那么当然也他们这两天看到的讯息是说 他们很大部分是因为在各地的机场航班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一票难求那他们只要从香港 然后再经由香港入境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出境很多人要出境玩 这个时候他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烈的 有人说这两天我看微博有人就算要去 他从广州买了一张机票去洛杉矶才花多少钱 应该要4-5万台币 另外现在还同时很期待这一波能够复苏的 应该就是中国大陆的民航业 因为他整个民航业 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年当中 他们亏损最新公布的数字是亏损4000亿人民币 就和台币超过一兆以上 惊人的 另外而且包括最严重就是去年2022年就亏损了2160亿 因为去年风控之下不仅是国际间的航班没了 连国内的航班也没了所以亏损格外的严重 对那我们看到是其实呢在1月8号这天啊 北京的机场是有很多的中外媒体都在看说 到底有哪些人回来或哪天要出去 我们就看到说因为那个媒体太多之下 是惊动到他们航警在紧盯现场媒体的动态 来看一下我们特派的观察 1月8号起入境大陆终于不用再集体隔离 这是多少人期盼三年的梦想 接我爸爸 想不想爸爸 想 非常激动 而且一下飞机就见到了 不像上次一样要隔离好久才见到 英格兰人Steven其实常驻北京 如今特地选择8号不用隔离后再返回 因为没有隔离 对吧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移民 刚刚的采访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外国人 他们其实都是长期居住在北京的 但是过去三年大陆严格的防疫措施呢 让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北京 1月8号放宽了以后呢 他们就再度回来了 他们嘴巴上说这是一个great policy 非常好的措施 历史性的一刻北京首都机场的入境大厅 中外媒体比街机的民众还多 请大家把通道打开 不要堵塞旅客正常出现 至于出境大厅 由于目前至少20个国家 对大陆的游客寄出入境措施 北京机场的柜台人员 不断提醒游客各国注意事项 48有时核酸您有吗 有 不需要 疫苗去美国吗 您是中国护照绿卡 对 绿卡不要 我也是绿卡 那您不用 面对国际间歧视的眼光 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陆民众 苦笑着说 我觉得就是 这可能也是暂时的吧 这些 对 过去这一波应该就好了 韩国上周 境外移入460例 31%来自大陆 意大利上周 一架大陆飞米兰的航班 超过52%的乘客 PCR阳性 元旦当天 从大陆飞台湾的旅客 25%确诊 小三通复航首日 阳性率18.9% 大陆放开了国门 旅客阳性率偏高 导致不少国家 缩紧了防疫政策 避免疫情再起 TVB新闻 陈旭毅 陈向如 北京报道 所以现在渡谷 我就要求呢 陆克是要提供这个 登机前的PCR的阴性证明 我们就看到 其实在大陆 这个深圳 有传出说 你这个PCR检测的价格 变得非常的高 是说呢 超过了245块 人民币 是约合大概 1000多台币 是比台湾还是便宜 但是比他们原本定价 是贵的超级多 是要乘坐一波海 学一波吗 对 其实你要看这个 重点是 它虽然这个价钱 是比台湾还便宜 台湾的自费的PCR 是蛮贵的 三四千 但是它其实 它的本身的PCR 核酸费用值 占着其中的12.7元 大部分的都是服务费 服务费他们说什么呢 他的这个医院 是告诉他说 你这个服务费 就是因为你是要出国用的 所以要做一个英文的文件 对 是做这份文件的钱 是占了 这里面的200多块钱 花这么多钱 去买一个英文的文件 要200多块 这怎么墨水呢 但某种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凸显说 现在他们的核酸 也就是PCR检测的产业 真的是很惨 因为从过去三年的 所谓的核酸盛事 突然一夕之间 不用做核酸之后 其实最近是造成 很多相关产业的人 都失业了 因为他们本来 去做一个核酸检测员 一个月可能有 四五万台币的收入 是很不错的收入 可是现在一夕之间 就都失业了 所以可能就是 有多少捐多少回来 就是这个核酸的盛事 变成核酸的产业 就是很惨的 现在是 对我们在看到 是除了这个说 做PCR很贵之外 就是在这个 从南韩非中国机票 也变得很贵 这一票难求 可能有钱还买不到 我们来看到是 微博是说 像那个从人川 非北京的机票 现在被炒到 是破万人民币 大概是台币 有超过四万块钱 是目前是 之前好几倍翻涨 但是这些大多都是 他们要回乡回国的中国人 但是为什么会 这个机票变得这么贵呢 是因为可能量太少吗 对 其实包括像 其实不只是 非韩国 包括像是 过完年你要去北京住店 我们不是要买机票吗 对 原本过去 平常 2019年以前 我们到北京出差的机票 大家都来回票 一万多两万块钱 对 但是这次问机票价钱 就把我吓到了 因为 光过完年的第一周 就是一月底到二月初 只有国航的飞机 对 只有中国航空飞机 因为它卖完了 第二周才能买到台湾的国机 我们的国机航空 对 结果后来一问 国航的飞机票是五万八 对 毕竟六万块 那吓死我们了 我们的国机航空 隔一周是三万多块钱 对 还是比较贵 麻烦你们再多等个礼拜再出去 我们是没有关系啦 对 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个机票柜之外 就是你住 如果中国旅客要去南韩的话 有人爆料说 感觉好像被歧视 这是为什么 他们说在夏季之后 会被发一个黄色的牌子 然后你要挂在脖子上 不能够用手拿的 然后呢 或者把你带去拿到行李之后 然后检测核酸检测 然后被带去限定的区域内关着 他觉得这个整个过程 很像是就是犯罪的感觉 被盯着走 然后觉得这是个政治的秀 而不是真的防疫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在入境韩国之后呢 这个第一天的陆克的检验 阳性是有将近两成的 所以也难怪南韩会这么的 就是严正以待的 来对待这个陆克入境 但是他们觉得说 好像被歧视了 可能在那个当下 因为他们据他们的形容 是说他在被要求要走特殊的通道 然后这个时候韩国又一样 是来了很多媒体 在拍第一批到中国人 所以他们就是又被要求 一定要挂在脖子上 这个黄色的牌子 然后又被媒体拍摄 那样的感觉 可以想象应该是非常不好 就是太被关注了 但是他们也说 怎么入境之后阴性变阳性 这部分就是大家在吵的问题 说是他们指导说 是道路的阴性证明 有真实性被质疑 但是他们觉得说 是你南韩在弄我们的感觉 对我们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某一国是说 这个热潮是关于这个极其品 好像开始吸引到年轻人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年轻人比较没有钱吗 是缺钱 买这种比较可能快过期的食品吗 对 这个是现在微博上面 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 就是零期产品开始吸引到年轻人 就是我们的极其品 对极其品 那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极其品不是说 商店里面有极其品拿出来 一个区域特价卖 而是说可能出现了很多 专卖特价的极其品的商店 那有专家就说这是因为 年轻人现在只要花少少的钱 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生活 吃到更好的东西 对 但是这个说法在微博上面 就被大量的年轻人打脸 他们就说专家请你不要再讲了 不要代言我们年轻人 对会买极其品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穷 就是因为吃不起东西 有这个便宜的东西 当然就买这个便宜的东西 那么事实上 包括他们的专家自己也分析说 的确在这个极其品上面 它不只是简单的说 卖便宜的东西给你而已 而且它甚至是已经 形成了一个极其品的产业链 有商家到处去搜购这种极其品 帮大家清库存 然后再来卖给零售商 再来卖给这些消费力不够的年轻人 那等于是又被剥削了一次 他等于是做无本生意 他去搜刮那些极其品之后 再把它卖出去 他就没有任何成本 而且还可以再赚一笔 这另类的一种极其品的产业链成型 就是他们其实蛮特别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是澎湃的精选 是现在春运起跑之后 有个暖心的故事 这是位在苏州的火车站 是有一名老人 他是捐了5万人民币 大概是20多年台币之后 给工作人员去买一些物资 粮食 牛奶 水 给外地的打工人返乡 可以带着吃 那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是他们这些真的很可怜吗 还是很需要这物资吗 其实这种感谢的原因 某种程度应该是应该的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的风控之下 大陆很多大城市的整个社会运作 其实都是靠着外卖小哥 或者是快递员 等于是这些行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 这个支柱 支柱 来照顾他们这些被封控的人 但是同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害怕被封控 所以他们很多人其实在这段时间 都是居无定所 甚至因为他怕居住到哪里 然后就被封控起来了 所以很多是睡在桥下 露宿街头看到这画面 然后就为了上班 每天可以不断的去送各种物品 给被封控的人 但是在整个结束之后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人 特别感谢他们 所以现在回到家里之前 有人自掏腰包来送大礼包 在火车站给他们 应该也是一个代表协议的举动吧 就是他们春日开跑之后 一个其实蛮感人温馨的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